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舒适的环境 优美的音乐 每天驴儿们都在这种条件下成长 现在这个基地在六月底已经建成 在六月三十号的时候 然后第一批辽州驴 从内蒙古科尔新草原 然后通过洞检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基地的面积大概是有 七千五百平米左右 平均在二百五到三百斤左右 这个基地位于沈阳新民市公主屯镇 这里的驴皮毛亮精细神好 源于其独特的喂养方法 这饲料里面咱们有玉米 酥皮 还有这个冻锅 这是主要原料 其余呢咱们里面还有 加了这个人参业 黄芡 山杂啊 这些驴爱饰的东西 它就拌在料里面 我们人都可以吃 是非常绿色的 这些驴刚引进到这的时候 先静视静水了二十四个小时 又用中药调理时间后 才正常维持 普通的玉肥驴出栏 需要八个月到一年 在这里可以缩短至四个月到半年 此外 饲料中的配料 根据天气的变化 也在随之变换 每个时期和每个季节 为了料都不一样 料的配比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 到了天气凉的时候 这个猪皮呢 它是属于海性的食物 在这时候 我们把猪皮换成这个骨靠 骨靠它是发热血动物 植物 所以这时候驴子 吃得比较好 对驴子健康就有了保障 这里的饲料有讲究 喂食方式也同样有讲究 大盆咬驴 地下喂食 因为咱们过去咬的 传统咬驴的都是驴操的 都是离开地面 有80公分高的驴操的 现在呢就是咱们把它 已经放到地下 因为它都 这叫自然材食 它自己 就自己找自己的位置 和周四话一样 它今天在这个位置 它明天还仍然在这个位置 每天这个的食草料 是就是带体重的百分之百点 周成光是基地的负责人 是在北京发展的新名人 说起回到老家养驴 他说还要感谢三引三回的政策 现在他的第一批驴即将出栏 将来基地的发展 他也有自己的规划 锦州一线高台自震的乡亲们 从2000年开始就开始养牛了 虽然这牛养的比较早 可是这些年来呢 销路一直是个挺头疼的问题 可是从今年开始啊 乡亲们不但不愁销路了 而且还扩大了养殖规模 瞧给这位大哥高兴的 感情他家这牛是过来参加选美的 附近的乡亲们告诉记者说 原来呀在自家门口 开了一个活处交易中心 这一下可乐坏了乡亲们 到人家一天能卖十多头 到这卖二十多头吧 原来在家是卖两三头吧 到这个市场还比较不错 能多卖一点 在村民室也就买一个五六头吧 要是在市场成立以后成规模 咱一天能抓三十只牛 家是黑茶店 听说这要开市场垃圾都流上这个 来看个啥样 到这个都卖的 辽兴活处交易中心 位于离义县二十多公里的高台子镇 桑土营子村 作为义县有名的贫困村 全村主要就是以种植玉米为主 从2000年开始 很多村民养殖肉牛 但销路一直是个难题 他叫关长春 今年66岁 因为患有脑穴栓后遗症 所以行动不太方便 作为村里的建档利卡贫困户 看别人养牛挣了钱 他也想养几头试试看 官长春第一次就买了两只牛犊 由于自家有苞米地 饲料钱就节省了很多 也就半年的时间 牛的身价就翻了将近一番 这也让他开心不已 你要来的生活呢 就是凭着这个打苞米 打花生 卖多少算多少 你现在你有牛了 他就自己做资助产业 他整个在收入了一半 养牛最大的好处 就是生长周期短 效益高 而且牛的生命力比较强 不容易得病 再加上牛的市场行情 比较稳定 这就更加坚定了 官长春养牛的决心 咱说乳牛一年下一个毒 一个毒不管公牛母牛 下一个毒万八千块钱 五个乳牛下五个毒 管理好喽 别着急 五个就是四五万 自从养了牛 官长春的日子 也逐渐富裕起来 不用为医药费而发愁了 生活的品质也得到了提升 说来的话 我儿子说 说要订婚 卖啥小牛 两万七千五 你看 你说 就搞这个 你比如说 比如说干别的 你解决问题 辽西活处交易中心 占地八十亩 牛栏一百九十六个 一个牛栏能放二十头牛左右 足以满足附近村民的养殖数量 咱们这个高材这块呢 就是养牛的优势呢 就是过去有这个 养牛技术经验方面的优势 如果第二个呢 高材这块呢 也可以说 养牛这块也有区位优势 它离内蒙古 基林 距离非常近 所以说啊 这个气候呢 还要比那边好 冬季的时候啊 内蒙古那边下雪的 风山的时候呢 咱们这块 还能把内蒙古呢 把它转移到咱们来 然后实现交易 自从活处交易中心成立 桑土迎子村的 肉牛养殖数量 由原来的2000多头 上升到现在的4000头 有46户村民 新加入到了 养殖肉牛的行列当中 因为咱们高材的吧 是这个多年来 就有养牛的优势 咱们养牛的经纪人也很多 养牛量也非常多 早就应该成立这样的一个市场 为咱们大家呢 就是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老百姓呢 能够发家致富 也是更能重大 咱们村集体经济 也是带动咱们 特别股间工作 原来桑土迎子村的销售方式 都是经纪人挨家爱户 去问谁家卖牛 相同品种 每家的价格也都不太一样 难免上了和气 交易市场的形成 也让卖牛的村民们 以气更足了 随着市场走 人家经有经纪人 他必须端平 买方多钱 卖方多钱 这对老百姓有好处 谁也蒙不了谁 得差个三四百个钱 牛要多了 他就差事了 你就是一个牛 你差三四百 要不以后 你要卖五头 牛不一千五 这一千五 要跟老百姓来说的话 那就得说是给人 做活的力 就得白干二十天 辽西活处交易中心的行程 也给四十多名贫困户 提供了就业的岗位 哈利志就是当中的一位 由于父亲去世 母亲双目失明 家里的担子全都压在了哈利志一个人的身上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持市场的交通秩序 来这就为了 这家子也挣钱 我家里也能照顾家 这次有东西说给人家再挣点零碗田啥的 还是为了包早的 咱不是困难点吗 就是照顾照顾咱们 现在养牛已经成为桑土迎子村的支柱产业 每个月的农历三六九 为活处交易中心的固定开市日 一线下一步想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管理水平 努力把辽西活处交易中心 建成辽西乃至东北地区文明的 肉牛养殖和交易集散地 销路一打通 乡亲们现在省下很多的精力来研究 怎么把牛给养好 好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看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赵大哥 介绍新品种 你也别给我整太新 你要拿我弟当实验地吧 我也受不了我的小口径 行 那我今天要给介绍一个 我们在辽东省大面积试重 经过两年的试重 上千个品种中选择的一个 你都已经试重两年了吧 对 刚推出市场吧 对对对 那行那行 你问问表现咋样 表现咋样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抗汗 嗯 像就拿今年来讲 今年是牙齐 苗齐开始大汗 嗯 你看我们那个西里达355 出苗率 特别好 基本达到一次播种出全苗 还有一个抗风的特点 抗风 对 抗风你看它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这个 看看上面这个 杆有一个碗度 嗯 每一刻都是带一个碗度 这个碗度起到什么作用呢 嗯 就是大风来的时候啊 它起到一个泄风的作用 减小风主泄力作用 哦 哎呀 要赶上今年那样大风啊 种这品种不就好了吗 对对对 而且抗岛呢 还表现那根系发达 看看 西藤根也比较发达 嗯 嗯 它根系发达呀 不敢是抗岛 而且它抗汗 那个 根扎的地深 所以呢 在干汗年间呢 能吸收 深层的 土壤里边的水分 哦 啊 像一般的品种啊 扎地十厘米 就要赶上汉年头 十厘米没有水 我们扎地二十厘米 就行有水 哦 哎 但是我家新包那块地吧 哈 它不是风口地 我感觉来点风也没事 我主要关注是 看不看虫人 对呀 打药王可打不起啊 对打不起 今年这个年头 高温 就收分期高温 嗯 有的地方就是 什么红蜘蛛啊 什么蕴蕴啊 高华 嗯 看我们现在这个基本没有虫板没有那个虫柱的表现 所以呢 这个叶 而且这个叶啊 特别宽厚 叶片绒毛呢 也特别减 啊 从这儿不爱去咬它 啊 所以抗虫也特别好 这个西林达商务啊 就继承了所有抗岛品种啊 的所有的优良 那这个品种是不是密质的啊 这牧宝苗苗多些呀 啊 这个品种啊 牧宝苗苗在在四千株左右就行 啊 你看现在这个磅也能有二十多公分 嗯 所以呢 牧宝苗四千株咱们产量也是赔偿可观的 啊 那什么 你冬天不是你到秋天你爱干活吗 啊 对对对 那个能鸡收吗 你看 猪高 税位都比较整齐一致 鸡收的主要特点就是 税位整齐 嗯 它不掉磅 鸡收的时候啊 比较好收获啊 而且它的水分始终不会掉粒 啊 这时候我折扫了你的一部分那个不必要的损耗 姐啊 啊 今年冬天哈 你得好好歇一歉 哎呀 是 哎呀 这一年可给我累够呛 不是累够呛的事 啊 这不新品种选完了吗 啊 地我也包完了 是 开村呢 地里边活老多了 你到时候得帮我干 还帮你干活 来年呢 我一选这个 我自己干 每年这个时候搞大田种植的乡亲们基本上活都忙完了进入到一个相对农闲的时间 可是新民啊有一些老乡现在还在地里头忙活呢 那他们到底在忙活什么呢 高宏伟是新民市马虎山村的村民 家里一百多亩地 现在都已经收割入仓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又领着一伙人到地里忙活上了 原来说是 因为就是大林甲 现在这个里边 正常地里边就是大林甲都不缺缺的啥微生元素 它就是通过就是撤土之后 你缺什么元素 它就给你补上 我们利用这个空闲时间来到它这个土的地里地块 得到土的地块 我们进行这个去做做 取完土的样子之后 我们拿到化验室 化验室来咱们那个淡林甲的一个水均 给土壤进行检测 别看高沪伟今年48岁 可种地就有30多个年头 对于这样一个老把式 本来可以说是把种地摸的门清 可是这些年 关于给这地里施肥 他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原来就是注意肥 三斤 四十斤 五十斤 现在最低最低 达到一百斤到一百五斤之间 是一开始产量是上来了 后期就是这一通过这几年之后 就产量始终就是 你上多肥它也那样 现在你高二百斤肥它也这些产量 另外就是土地板解现在 的确板解 就是一年就是原来悬地 那地老悬后来 现在的话你就是你悬下边都等应等应 化肥越上越多 产量就上不去 不但增加了成本 土地也越来越板结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 早在几年前 国家就开始提出了土壤改良计划 并要求各地减肥增效 到2020年实现化肥的增长 以保持维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 这也得到了广大乡亲们的认可 我们测试施肥的意义就在来 在咱们的一个减少 减少咱们一个成美的土入 化肥的一个土入 乡亲们连年施肥 都是买现成的复合肥 啥多啥少 地里到底缺啥元素 谁都不知道 这不正赶上村里 请来了专家给测土 十里八村的 都聚到了光家店村的这个厂院里 大伙也都想给自家的土地 拔把麦 农农时间了 我们组的群众 大约二十一新的科学技术 使我们农民的 农在生产中 减少一些费用 这是给农民的征收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作业营员在 那个农户田间的区 为的地方 这次改造 用完以后 经过打磨 打磨了 把这拿到那边做进入化育 咱们给农户检测之后 就是做到进入自肥 就是缺啥土 让农户少花钱多大呀 提高效果 我们生产出来 这段肥料之后 我们会出来一个配方 打印标签 每一袋肥料 每一家 楼部 都是统一的标签子 现场的这个大家伙 就是配肥机 它究竟能给咱 乡亲们的土地 开出什么方子 这里边还有不少说到 这首先是我们的一个 智能配肥机器 我们那个测土肥 测土配方肥生产出来之后 我们用这带传机器 给生产 给老百姓生产 我们每家每户 都有一个化验卡 化验结果出来之后 所有的代理甲数据 你是缺带 缺零 缺甲 都会在这张卡当中 体现出来 因地施肥 缺啥补啥 大机器里生成的配方 和中国农科院的数据联网 专属于自家土地的肥料 就出来了 我感觉挺好 就是这个测土配方肥肥 比较科学 地里缺啥可以补啥 感觉挺好 这玩意都能把那个土 都能增产 咱主要农民就挖增产 以前因为都拿着老的方法 这个肥肥 所以有很多 不是以现实的 生产生物存放 就是通过新的科学技术 所以大家能对我们 有新的生活 根据土壤条件 在进行配方施肥 不但可以很好地 调节土壤里 半磷甲的含量 还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不仅能为乡亲们 节省不少成本 也能让咱们的土地 更有劲 这正是秋后不偷闲 集体来充电 把卖黑土地 来年增效益 好了 接下来咱们休息一下 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介绍了 怎么用废弃的结杆 做大棚的保温砖 做饲料和做肥料的事 这不咱们辽中的乡亲们 也给我们打电话了 说我们这也有好办法 用废弃的玉米叶 做工艺品脉 一大早 雷贵梅大姐早早准备好了福字 挂家 眼瞅着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雷大姐心情格外好 要过年了 也很开心 也挣着钱了 准备家里边带天一件大件 雷贵梅五十出头 是辽中区牛心驼镇 花牛村的贫困户 往年这个时候 她都是到处打零工 今年雷大姐的日子可不一样了 盘腿坐在炕上 一坐就是一天 雷大姐的丈夫患病 干不了体力活 一双儿女在城里上大学 家里的担子 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一年到头就靠着家里的 十多亩玉米地 牛心驼镇有几个贫困村 当中的贫困户 妇女劳动力比较多 这里就商量 想找个低成本低风险的项目 11月份通过沈阳供销社 联系到了凤城的一家 手工编织合作社 我们都种地 原材料家家户都有 都用来烧火了 如果用这个玉米叶 做原材料 做这个旅游纪念品的话 它本身属于皆能环保 这些精致小巧 古色古香的工艺品 都是用玉米叶和街杆 编织完成的 牛心驼镇是个传统农业镇 家家户户都种苞米 乡亲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原来扔在地里 没人要的玉米叶 却成了致富的宝贝 都烧火了 烧柴油了 家里活完事还是送完 老人什么大的完事 一余时间可以做点 挣点钱 原材料不用愁也不用花钱 大家伙只需要塌下心来学技术 其实做工艺品就跟织毛衣一样 四五个手法 学会了相互之间一组合 就能编出各式各样的工艺品 而且卖价还不低呢 比如说这个备套 基本上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能做一个 一个备套我回收是十块钱 如果农民们能够起点早 摊点黑 一天可以做十几个 有大有小 像我手边这个 那挣二多钱 像这个大点的 变的都挣四五十五六十 几片简单的玉米叶 一根玉米接杆 经过乡亲们的手艺加工 就变成了一个小波及 每个能挣二十块钱 编织出的工艺品 李慧杰负责销路 没有了后顾之忧 大家伙的积极性也都上来了 有了这个新工作 村民们的冬咸变成了冬芒 更让村民没想到的是 用不完的玉米叶 五块钱一斤回收 一个冬天干下来 一个人能挣七八千元 极少成多呗 冬天有活干 四季都有活干 在家带孩子 也可以做 就格外的挣一会儿钱 手法熟练了 大家伙就比着做 编出来的作品 一个比一个好看 用那个玉米叶编做的 看这边 这边说 用我那个拿一个布 贴布拿手针钱呢 这是我编的收纳框 你看好不好 这是我第一次的作品 看我编辑小朋友好不好 明年我整体多编几个 比这个更好 第一批学员已经见到钱了 编织小分队一直在不断扩大 乡亲们对这个新项目充满了信心 明年准备编点高难度的 多挣点钱 这些手工艺品即将走进民宿和各大旅游景区 牛心驼镇因地制宜发展编织产业 让乡亲们不出家门多赚钱 用一双双巧手编织出更美好的明天 其实在咱们农村啊 各种资源真的是太丰富了 有的时候是稍微琢磨一下 这资源就能派上大用场 咱们接着往下看 看看下面的乡亲们是怎么利用身边资源的 这些微妙微笑小巧精致的工艺品 都是咱们乡亲们用双手制作出来的 这些工艺品的原材料啊 可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 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倒边废弃的榆树条 在卡佐县九神庙村的孙淑华大姐手里 被编织成了精美的小篮筐 起初啊只是编着玩 被城里人李洪飞发现了 帮着孙大姐一起卖篮筐 过年时候 我家一个亲戚给我一个筐 然后我说做这筐这谁编的挺厉害 他说哎呀那你要问谁编的话 你得帮帮人家 我说那咋帮 我们有个摄影家协会 然后带了几个朋友过来拍一点 然后他们也都买了很多筐 篮筐的花边样式不同 价格从15元到25元不等 100多个小篮筐就能给孙淑华 带来两千元的收益 但一开始孙淑华只是兴趣使战 四家的大筐 我现在能不能编小 看你的样子就自己啊 在钻眼 有时这花边了 该怎么做 怎么好看 不我看的时候就拆了 再重做 十月份蒲草到了收割季 康平县二牛所口镇第一书记 任孝岩组织大伙割蒲草 做手工 请来了蒲草编制老师 带着大伙学技术 有人牵头带来好项目 大家伙齐响应 两张桌子几捆蒲草 大家伙凑到了一个屋里 这个编织小分队也就形成了 这个编织小分队也就形成了 这不是连销再练整半个月了 这个你要学到手工都会进 像我们那时候出给家 那编的这个服务也真挺好 我挺爱好这玩意儿 一个小车间十多个人一起干柳边 辽中区满都护镇这个柳边厂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传承了两代人 专门用柳条和竹条 编织花篮果篮 主打东三省市场 编八九十个吧 七十个吧 四十多个吧 周东辉和西柳边厂的第二代掌门人 实际一点没架子 和这些大姐大嫂们在一块 就像自个家人一样 编织一个花篮 大姐们能挣一块钱 手块的一天能挣个百八十块钱 一个月算下来就是两千多元 完全够家里零花了 分民们用智慧和双手 让普通的东西摇身一变 变成了高颜值高价值的工艺品 大家伙的冬天 从农贤变成了农忙 村民们用自己的双手 编织出了美好的新生活 咱乡亲们不光种地是一把好手 做起工艺品来是各个身怀绝技 不光是比技术还得比创意 这创意也是一个赛一个 您接着往下看 这些创意您绝对想不到 现在市面上的能人是越来越多了 60岁的张欣荣大爷家住浙江宁波的一个小山村 打小就开始接触竹编 别看张大爷年龄大 可是想法可心潮呢 发明用竹字编出一个二维码 把传统工艺和现代科技结合在一块 算是一件新鲜事 也是一个难事 形状丝毫都不能出错 张大爷算是尝试了三次 最终选择把竹子劈成薄薄的 接近透明 这样二维码才能扫得出来 这个二维码呢 也是我们把二维码的土字 去给它搞好 土在竹子上面 最后把可以土字 一根一根地给它 逼上去 二维码一问世 就卖到了200到3000元不等 张大爷把目光转移到了年轻人的身上 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 将竹编技艺和各种时尚元素 结合在了一起 张大爷的竹编作品跟得上时代潮流 海城市的李海南大姐用葡草 编出了一个四五个人 才能搬得动的大草鞋 这个鞋到底有多大呢 李海南所在的海城牛庄镇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编草鞋 李大姐一家也是以编草鞋为营盛 就琢磨想在草鞋行业站住脚就必须整点特殊的 就在咱自家的草鞋上做起了文章 我觉得我家草鞋注射商标了还是不也人注目 那么怎么办呢 为了就是说也是宣传宣传 咱牛庄草鞋吧 把这草鞋变成最大的 申请今天是世界纪录才有突破点 然后才有亮点 思想不能落伍 必须让自家的草鞋闯出点名堂 听说牛庄镇有个大草鞋 这三天两头就有人过来参观 李大姐家的草编生意也就变得红糊了起来 大概一年那我死了万床吧 能坏那么多 李大姐用蒲草编成了大草鞋 蒲草的好搭档芦苇也不能认输啊 不仅能编成工艺品 还能被制作成民宿的屋顶 冬暖夏凉 这种传统工艺出现在盘锦市新立镇的杨家村 屋顶呢 它是具有东北百山记忆说 它用芦苇来编制而成的 因为盘锦生产芦苇嘛 原来的百姓用芦苇来做了一个屋顶 发现这个非常的好 从很早的年代慢慢流传的至今 它很厚很密实 然后它防雨 大量的芦苇生长在盘锦辽和三角洲附近 小村次发展旅游业 借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让废弃的芦苇变成了宝 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用原始的古法来做 然后再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结合盘锦地域的元素 所以说我们的民宿啊 就是说 可以说很有代表地域性的一个民宿 发展旅游业 小村子也得装扮装扮 在江苏省江阴市宋和平大哥的手里啊 一盆盆紫薇花 变成了极具特色的艺术品 这是我们培育的那个紫薇的单杆的 拼成了一个星字形的花瓶 哦 整个这是一个花瓶的形象 就像插花那种花瓶一样的嘛 其实它是一个整体 是树根在这儿 然后整个上去的 它是全是活体的 连接上去的是吧 对对对 紫薇花枝条柔软 树干光滑 宋大哥也是看到了紫薇树的这个特点 把紫薇枝条进行了编造 时间长了 树干盘旋向上涨 就形成了平身 眼前的这些紫薇花瓶就有两到三米高 紫薇花经过宋大哥的手艺改造 一盆卖到了几千元到上万元的高价 让传统苗木转型升级 变成了新样态 以后还会有这样的继续创新的一个打算吗 有的 接下来用紫薇做房子啊 感觉到这样做 您真正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它的特性就是千变万发 那么我们就在这种基础上 不断地找到创新 找到亮点 跟得上时代脚步 做出自己的特色 不断创新 乡亲们用一双双巧手 让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走出一条新的致富路 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是地大物博 而且资源丰富 你看以前我们没有太注意到的 像街杆啊 芦苇啊 还有一些捕草啊 经过乡亲的小手 就可以变成一件件非常实用的 技术 工艺品和生活物质 以前呢是一把火烧了